我们也很高兴 所有的这些东西 终于要摊在阳光下 因为之前的高雄市议员 去要资料 就是要了解 善款的使用作为如何 然后呢 律师费是怎么样分布的 结果很多东西 是要不到资料啊 就是不给嘛 因为我怎样 我现在议会 也是我家占多数 我市政府 也是我成局的人 我说不给就不给 所以这次为什么成局说 高雄非赢不可啊 因为高雄不赢的话 这些烂账 就盖不下去嘛 我跟大家讲 除了3600万 弄气暴纪念装置艺术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942万 用来做艺术陪伴 八一气暴艺术周 我真的 我看到这些明目 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灾民是做何感想 第一个你 你太阳能光电板 跟我们灾民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可以拿善款来做呢 这就跟我昨天 在节目里面揭露的 民进党籍的新北市议员 非要叫侯友宜在新北市议会道歉 说前瞻预算有拨给新北 你不可以说是0% 但是我告诉你怎么拨的呢 就是把它已经核定了年度的预算 把它挪到前瞻预算的项目来 然后这样说 我已经有从前瞻预算里面 拨给你新北钱了 即便是从0%提升到1% 你不可以说 我中央的前瞻预算 没有拨给你新北 非常恶值的行为 进入过来 我中央的预算 所以我中央的预算